我看到我以前的家 因為我住在那區的時候 我不喜歡跟大家說 我真的住在哪區 我自己很有這個警戒心 這個好像比較舒服 好好啊 今天天氣超好 好 應該是這個入口 然後是41樓 Woohoo 很緊張 不知道有沒有位置 這個算是名場所 但我們今天星期日 我們沒有訂位就這樣踩上去 其實我們第一個進去是最不值的 不是 我們站在按升降機的位置 可以嗎 Woo 整架升降機的人都是過來試試一樓 不要抱有這麼大的期望 先不要抱有這麼大的期望 Woo 我看到我以前的家了 你看到藍色那棟嗎 那棟就是我以前的家 那棟是地鐵站在哪 那棟是我的樓下 那棟是我的樓下 好棒啊 這些這麼好的天氣 我們快點點東西吃 其實有些都想吃就是鹹食 它這晚餐是八萬八萬 它會有壽司 我看到Wooty很棒 如果你在那裡 你也有錢嗎 你 好開心啊 這裡就是Shirton Hotel 是新杜林地鐵站的上面 我從來沒有跟大家說過 就是我以前是住在新杜林的 因為我住在那區的時候 我不喜歡跟大家說 我厲害住在哪區 我自己很有這個警戒心 我有聽過一個youtuber分享 就是一個男生來的 他經常做Live 有一次在街上直播 然後走入屋的整個過程都是直播 然後好像隔一天 就有一個人沒人按他鐘 他一打開門 那他按那個鐘的人 就是拿著把刀 在門口裡報他 當然他最後沒事 但是他也很害怕 立刻報警 第二天立刻就搬走了 我作為一個女生 獨居女生 我會更加擔心什麼 無論樓下有沒有管理員 我也覺得 保護自己很喜歡 對啦 就像Cat這樣 他會拍照外面的景 然後怕死人不知道他住在哪裡 雖然他跟男生有住 我也很擔心他 對 我們兩個以前都住在新島 我住一年之後他搬過來 然後我們就變成同一個親孤 其實他叫尖尖 他經常出現在我的影片 他通常要我佔他的樣子 然後我們結完 話說是很多年前 我已經住在韓國 他是一個韓國雜誌的媒體 我們就裝了一個叫做 Fam Tour 對 Fam Tour 很多人一起住了 大概是私人 差不多 他就回到香港 然後他就跟我說 是我在韓國 他就搬來新道林 我搬來新道林的時候 不知道你是在新道林 我們就變成這個 Tong Ne Ching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變Friend 然後就經常見面 我忘記了我們有沒有討論過 但我心裡是經常上來這間餐 應該十次以上 我發覺都是這樣 你住在哪區 你就會很少想去那區吃的 因為剛剛好像 總有機會總有機會 結果就沒有機會 這間餐廳就是要這樣 嘗嘗這個 嘗嘗這個 它不太甜 幸好 我們點了這個 T-Sat 全部都是士多啤梨 然後我們還有鹹色 它上面有魚子醬 然後有三文魚壽司 然後還有steak 這個是不知道什麼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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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普通 還是鹹色 可能不是他們的豬蛋 這個是蘑菇和雞 我猜是 正常 感覺好的地方 食物很普通 八萬八 四七二十五 五百元 香港要多少錢 去找他們就知道 譬如這些 不要走 旺角的不走 北口主題下午茶 多少錢 四六八兩位 差不多 我差不多 我都是 壽司好吃 加點醬油 壽司本人好吃 暫時的薯蓉是好吃的 冷的也不錯 吃哪個好了 原來是每樣只有一粒 現在飽 只吃鹹點也飽了 這個也不錯 不會太甜 好現在已經是六點十三分 天然黑 開始變黑 在這裡坐了三個多小時 其實都挺划算 我覺得 GO 賣單 我們現在呢 轉了走這個 永登號的Times Square 我想說 原來我應該很久沒來 現在有Sara 然後H&M 之前好像不是這樣 然後我剛剛看到有Shake Shack 所以你真的很久沒來 已經變了很久了 我剛才呢 我去那個廁所 然後有人留下了我的電話 我不敢動它 因為我覺得那個人應該會走過來 因為如果正常的話 我會去那個地方找我的電話 看衣服 可以 可以 對家具的興趣多一點 想買屁袋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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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Cushion 頭 但它的材料 我覺得很... 為什麼這麼粗 為什麼我睡得不舒服 因為我很喜歡梳粉 睡覺 Cushion等於我 是我的枕頭 我睡得不舒服 這個好像比較舒服 這個很可愛 這個寶寶 一切都是以我睡得舒服為基準 黑色的點好漂亮 好漂亮 黑色的紅酒杯 我最近又不喝酒 你叫我走嗎? 不是戒大罪人,沒什麼機會 他...他什麼... 他有一個系列的 更多... 最... 哎呀他像男人 他還有這個煲 煲水 3萬6千元 其實不貴 他是不是便宜了 他好想買一粒回家 他害羞啊 這個是不是限制? 應該是 他這個是蠟燭的 對 所以如果要去CaoCao Store的話 就是不要去Chaping Mall裡面 會小很多 雲仔 光蘭 要去那些就會比較齊 車子很棒 如果有小的地方 這間多野賣一點 但他賣一點不是Muji 對 他們自己這邊的手工製作 小工廠的東西 豉油 麥根 這麼小 可以試一下 隔壁有麥克風 這個好吃 蕃薯乾 零食類 沒有啊 很喜歡吃的那些都不在 他的杯子放得很漂亮 很喜歡 我喜歡一些木材 但那天呢 我看了一段影片說 木材 其實很洗 旁邊也很髒 算了 看不到就算了 我家裡也有很多 算了 不來 反正我自己吃 想買一棵酒 你知道我看到新村那間 但是呢 這些 sample 放出來的那些 是全部都敷了 很慘 我真的經過的時候覺得 好美啊 我瘋了 莫登房子 竟然在永登堡開了 見面了 見面了 好美 神經病 Daiso那些就是Made in 通常是越南的 Friend日分比較少見 這個我來放沙律 半飯 我需要一個大盤 其實我一向都沒有大盤 又是成為一個藉口賣東西 真的 找到了 真的 他這邊 我真的覺得他的 V素做得很好 這個一旦看到過來就吸引了 因為我跟我Friend不斷 哇 超美 哇哇哇 這個 這個 雨水味道 OMG這個超級 好聞一下我超喜歡的 下雨草青味道 加一點點果味 這個Defesa一定要買 你已經買了三個Defesa 放衣櫃 神經病 神經病 好像在這裡 葉配 聞一下其他味道 好嗎 啊 好甜 啊 玫瑰 神經病我在瘋狂扣 但我覺得包裝的話 是紫色最美 但味道來說是綠色最舒服 超多人會關掉 哇 超級好吃的 對 我喜歡吃 好看 不錯 不錯 我們來吃 Shake Shake 不是 Shake Shake 哈哈 如果他又不是肉醬 會更加好 是 我叫他美食餐廳 好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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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回到家了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我剛才買了什麼 首先是H&M 我買了這一條 半季裙 因為剛剛這個冬天實在是超級冷 我基本上都是黑色大羽絨 然後上面一件褲子 下身就是褲 因為太冷了 我覺得是年紀的關係 越來越撐不住 我的腳是裸露出去 但是現在開始暖了 所以又可以穿裙了 然後呢這條超漂亮的 這條紫色的格子 其實我是從來沒有試過買 這麼長的格子紋 它不是山裙 它是有點修身的 因為我有很多紫色的上身 有外套有衛衣 有普通的長度衣 但是我從來沒有紫色的下身 所以這次就是第一次的上司 剛剛猶豫了很久 究竟買不買這個cushion套 但最後也決定買 也想轉一下感覺 而且這個cushion套也是時候要洗 剛才在H&M裡面 摸了很多布料 都覺得很粗 這個也算是這樣的 哇好可愛 好可愛啊 我要軟一軟看 這個可能會太深色 綠色可能要轉轉其他色 春天都開始來了 是時候可以把家裡 變得比較淺色一點 然後就是Modern House 買了八百多港幣 首先就是這個大木碗 因為我家裡其實都缺大的碗 買了這個碗回來之後 它就會成為我家裡最大的碗 因為有時候 譬如可能做沙拉 或者需要混合一些東西的時候 沒有一個大碗其實很不方便 25900 差不多是200元 韓幣有時候我會馬上轉不到港幣 有時候買完才發現 原來價錢是比我想像中貴的 這樣 只要它的木碗 這麼容易發霉 其實我覺得 比我想像中貴一點也沒問題 雖然在這裡住了這麼久 但有時候看溫 都是馬上反應不來的 然後我身邊很多香港朋友 我發現他們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馬上轉不到 不過可能真的要來了10年 或者20年的那些人 才可以很快地換算到 這個6900元 因為我家裡沒有這麼大的木匙羹 那些木筷子都好像開始需要換了 買了這個 這個杯子很漂亮 大家看看是否覺得它是玻璃 但其實它是 膠杯來的 但我沒想到它的膠杯也做得挺有質感 通常膠杯 它這些透明是不會太透 會看得出有種廉價感 但它這個完全沒有 5500元 CB食量很高 如果用來裝牛奶的話 一定會超美 擺醬汁的小碗 我家裡真的越來越多餐具 有點像養成了草餐具 吃飯的時候 你用漂亮的餐具 你心情真的會好很多 你會整個覺得很幸福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這樣想 但是 有時候就算那頓飯不好味 但是你用這麼漂亮的碗碟碟碟去裝飾的時候 你看都飽了 當然如果食物的味道 100分就更加好 所以我拍廣場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我家裡可以這麼多餐具 就是因為吃不同的食物的時候 你是需要不同的餐具 還有因為我會有朋友來我家玩 那我一定要多準備一些碗筷給他們 對不對 這個好漂亮啊 大家就會很想看到它出現了 來到我最喜歡的corner 就是香粉 三個味道 我剛才也是 一聞就覺得 噢 是我喜歡的味道 這個是放衣櫃的 香蕉 啊 我還有一個木匙羹 原來 這是我吃甜品 或者吃一些 吃小食類的時候可以用 它是暖色 它是冷色 我自己其實我喜歡 這隻冷色釣的木 多一點 例如我的傢俬 其實我喜歡這隻偏黑的木 但是廚具的話 好像這隻會看起來 比較漂亮的食物 這個應該是modern house自己的牌子 白色的diffuser 它可以放到三個月 是推薦放在客廳 然後它是屬於花香類的香味 它這個是野蘭花的味道 跟剛才的店舖聞有一點不同 味道 現在的花香比較重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香包的關係 跟香包的味道真的差很遠 那個透明感是重很多 它的感覺是很清新 它的甜味我覺得很像 臨似 它有一點像 中美鳳的Wauwbubel 那種透明感 但Wauwbubel我只是覺得 比較偏夜晚寧靜 但這隻呢 因為它還有一些 草的草青香味 我覺得它是日頭的味道 只要有草香 基本上就可以敷了我的心 這個呢 它就是下雨的聲音 是一個草 一個下雨 都是可以攻陷我的心的 這個呢 它就是 木色的 如果用香水來講的話 不是有種Aqua海洋味 它就偏向那種感覺 它是甜一點 還有你聞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顏色是藍色 然後它有一種很平穩的感覺 我覺得適合睡房用這個味道 然後下雨的時候呢 一般萬物都被雨水洗滴了 很乾淨的感覺 它也有傳遞了這種感覺出來 如果下雨的時候 聞這個味道 應該會無敵 但不過可惜呢 下雨的時候 其實人的透覺會沒有那麼敏銳 所以就算 你同一個味道 你可能下雨天的時候 你會覺得 那個味道不存在 有機會 這個是 啊 都是海洋 原來我喜歡這些味道 它設計很漂亮 它雲石峰 這個沒那麼甜 這個味道複雜 這個味道複雜 我覺得開心一點 這個海風就比較輕鬆一點 它裡面呢 加多了很多 我覺得是Citrus的果香 所以呢 聞起來比較清新 刺激 有種運動的感覺 令人是 心狂神異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 它應該適合放在 工作的地方 令人覺得舒服 提神的感覺 剛剛好 這三個完全可以放在 不同的地方 所以果然呢 其實你在不同的場地的時候 你聞的味道真的會影響 因為剛才 店舖裡面 因為太多不同的香氛 你混在一起 其實很容易 所以很多人 在店舖買完 一個香味回家的時候 咦 為什麼那個味道 在店舖裡聞的時候不同 就是因為 你家裡只有這個單純的味道 但是你去店舖裡面 可能混了 店舖裡面其他氣味 或者是客人的香水味 天氣啊 冷一點熱一點 濕度是乾一點 其實完全 全部都會影響那個臭角的 所以呢 為什麼會有 味道不同了 這個說法 就是這樣 開箱 今天是一個 非常寫意 週末vlog 因為很久都沒有見到我朋友 他剛剛 都順利拿了簽證 跟他見面也算是順便 恭喜他的 因為現在在韓國拿到簽證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要拿工作簽的話 太大要求 我朋友都是 熬了很多個月 他本身有簽證 但是中間 前公司發生了的事 所以就 來了職 然後他重新找了份工 然後再 重新申請 好了 就是這樣留的 週末就是這樣度過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好